豪華車人MPV 在香港大部分都是日系車廠的天下 競爭帶突破難 新一代VW Multi-Rank Combine的外形 依然並不是走英俊型格路線 看外觀 全LED頭尾燈 18吋輪 雙電攤門是標準配備 外廊的座椅大多數都是皮革包覆 是增添了豪華和舒適感 3000mm軸距 空間大到可以這樣做 這個內廊的重點 除了這張床和360度可以轉的凳之外 精髓正正是這張工作桌 你覺得這輛車的空間感很不錯 我覺得空間感蠻好的 特別是一家人一家大車出去玩的時候 平時坐七人車就經常對著背部 雖然聊天但感覺不太舒服 但現在這樣轉了 例如我和細攝家面對面聊天 就算不是玩的 可能聊聊聊聊天 這個設計也不錯 第一張座椅有個不好的 缺點就是需要合力二人的力量 才可以把它節省出來 為甚麼呢 因為它太緊實 以及按鈕也太不適合 例如我在這邊 我要升它上去 我要Tanny按鈕 Tanny按鈕 它才要升起 雖然很帥氣 要這樣再轉 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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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它想向我身邊 就是Tanny按鈕 是 你要去再按鈕 我才能這樣做到 這件事實在太過 不用擔心了 然而這輛車有另一個驚喜的地方 就是它的性能力 以前CC4 TSI 204匹馬力 只要1500轉 即時可以發揮350Nm風直扭力 轉到Sport模式 引擎的轉數聲更加令人血血沸騰 新加入的電子避震系統 Comfort和Sport的軟硬程度分別都挺大 走過將軍路地盤的凹凹凹路面的時候 最為明顯 而在過彎的時候 Sport模式下 車身更加穩定 整體來說雖然不錯 但高達70萬港元的車價 還是比較缺乏競爭力 要挑戰日系的MPV 廠商或者要再想一些辦法 Winnova Winnova A-Winnova 感谢观看